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朋友放在我家的这一棵黑毛石虎 他当初拿回来的时候呢,样子很不好 因为叶子好像都是粘粘的 我朋友呢,他第一呢,他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 他说,这个鸡毛石虎呢,养得不好呢 拿过来叫我帮他,放在我们家好不好 我说好,我帮你照顾一下 等到开花的时候呢,再拿回去 结果他还没拿回去 黑毛石虎的种植方法呢 其实我就是跟我其他石虎兰的种植方法一样 这边呢,长了一棵Kiki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石虎兰的样子 真的是,你买一棵石虎兰呢 你可以以后呢,可以分好多 种好多棵 到时候呢,可以送给朋友 而且你看,这棵你看 有四朵花 很漂亮,这边还有一朵没打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拿回来呢 不是很健康的原因 所以他开花好像有点 不是那么打开 你看像这一棵也一样 黑毛石虎的香味我也很喜欢闻 他不像我其他 他军菜虎的那个香味 那么粉香 他有一种很优雅的香味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反正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个香味 他呢,是白色的 花瓣是白色的 唇瓣里面呢 外面是白色,里面是有黄色的 也是非常美 这一棵不是我的 是我朋友的 他过几天呢,我就会叫他拿回去的 他来的时候呢 我有帮他换盆 他买回来的时候呢 是前用树皮的 全部用树皮种植 然后呢 他可能有点缺水吧 长得不是很好 回来我们家呢,我就给他换成了盆土 加点盆土木炭 还有他原本有的树皮 就混合起来一下 感觉他长得还是挺好的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刚拿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叶子皱皱的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他为什么叫做黑毛食物呢 你看他这个花梗里面 那这个梗里面呢 有点毛毛黑黑的 所以故别诗语叫黑毛食物 黑毛食物也是很值得大家拥有的一棵食物吧 花朵很美 味道很香 而且很好闻的那种香味 它 你要凑近 凑近一点的去闻的时候 那个香味真的是非常好闻 等到我朋友呢 长了这个Kiki长多一点呢 我就可以像他要了 这一棵不是我的 是我朋友寄在我们家 叫我帮他养的 养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呢 他就长了花包花梗 挺开心的 希望我朋友拿回去的时候呢 这个黑毛食物呢 也能养得好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